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 这里是小猩猩的新作物 金牛座是一个心事很重的星座 它很喜欢压抑自己的情感 心里面总是装着很多事情 它不善于表达 更不想去表达 所以才把自己的心里堆满了垃圾 它也就会越来越累 金牛座总是脸上微笑着 无所谓着 尝试着 但是心里却一直流着泪 金牛座总是对陌生人冷冷的 但是熟悉了就嘻嘻哈哈 金牛座总是表现得很坚强 其实很软弱 金牛座总是说自己不孤单 其实很静默 金牛座总是被人误解 却又不愿解释 金牛座其实是一个很难理解的星座 因为金牛的性格太多元化 它可以幽默 可以冷漠 可以柔弱 可以坚强 可以成熟 可以天真 可以精明 可以傻气 说话往往口是心非 你们永远猜不透金牛在想什么 不要说金牛是宅庄 其实 这才是真正的金牛 一个千变万化的他 金牛只要一天没努力赚钱 立马就开始脑补自己 接下来要喝西北风的场景了 危机意识强到爆炸 每天都要面对各种人际交往的问题 是金牛最头疼的事 如果可以 金牛只想独处 只想和自己对话 金牛常常陷入完美主义的折磨中 每天都对自己各种高要求 但又经常做不到 所以总是质疑自己 金牛的内心其实也很爱攀比 别人有的他都要有 如果自己没有就会一直考虑 直到他也拥有位置 金牛很羡慕那些自信满满的人 他就做不到 不管做什么事 金牛总是忍不住瞻前顾后 缺乏决断力 在感情中金牛总想做到最好 可是恋人免不了有不满的地方 金牛就会被巨大的失落感包围 觉得自己不配被爱 金牛做不爱说话 是因为他的戒备心其实挺强的 他不是很相信周边的人 觉得人性本恶 尤其是他混得不错的时候 他会觉得大家容易嫉妒他 会想要看他倒霉 所以金牛做看起来跟大家都挺好的 其实他一直都保持着一种距离 会让对方感觉到自己有点是被疏远的 是靠近不了的 金牛做的人不会急躁冲动 只有忍耐 吃得苦中苦 方为人上人正是他的写照 而且还是非常顽固 一旦决定了的是 他不会喜欢去改变 他通常都是慢热的 要花一段时间才会去适应一份感情 一份工作 一个环境 但适应以后 他很少会改变 除非迫不得已 而且金牛做有艺术细胞 具有高度欣赏任何艺术的品味及能力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 分享和订阅 这里是小星星的新作物 带你一起了解自己和12种不同的性格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